沈玉说出的这番话可谓很有心机 原本萧衍之与她什么都没有 可经过她这话就变了味道 沐沐水水暴露她心思 她就趁机越描越黑 让别人都以为她与萧衍之关系不一般 如此萧衍之想不负责都不行 沈姑娘小心说话为妙 免得这话传到我妻子耳中 让她误会了可不好 自从与宋锦分开后 这个女人落在她脸上的眸光更加肆无忌惮 她不是不知道 而是觉得恶心到自己 当作没有看见而已 照前见一波狼群又要冲过来 哪里凉快滚哪里去 没看见我们都在防狼吗 照前这一刻觉得自己丢脸极了 无比后悔与沈玉同行 萧衍之与他们那边惊险万分 宋锦与娘家这边一点也不知情 因为空闲一天时间 宋锦亲自动手 做了九个竹蜻蜓小玩具 之后以放水为借口 瞒着家人偷偷进空间摘果子 原本宋锦只想摘几个苹果哄四小家伙 可是想到萧家村人不知有没有吃的 便冒险摘了两麻袋 摘了苹果后 她又凭着记忆 找到了那棵之前发现的剑毒木 拿了两个水罐 小心地在剑毒木树上取了整整两罐毒液 因着宋锦摘的两麻袋苹果 还有一家人连夜削的竹剑和做的十把弩剑 第二十天卯时 一家人再上路的时候 板车是拉得满满当当的 然而宋锦做梦也没有猜到 她满心打算预留着备用的竹剑和毒液 采钢道与萧衍之约定的地点就立即使用上了 阿尔虽在照前萧衍之帮助下成功冲出了山洞逃了出来 可还是被头狼发现了 头狼是三百余只野狼首领 那纸上是成精了的 很聪明 带着大部分狼群攻击萧衍之他们 却令四五十只野狼去围追阿尔 阿尔被追得很是狼狈 好几次身上挂彩 哇塞 宋锦被阿尔身后的狼群吓了一个大跳 抱了一句粗口 被迫提起端府 带着娘家人冲着狼群迎了上去 宋家除了刘氏一个留下护着三个孩子 张氏 刘氏 宋爹 宋安 宋祥 也被迫掏家伙杀狼 还别说 张氏 刘氏 两个女人迎向狼群的时候 身影英姿飒爽 宋爹他们三个男人 莫不吭声杀向狼时 也是威风凛凛 阿尔 你捅了人家狼窝 还是偷了人家狼崽子 他还以为回来迎接他的是四小家伙兴奋模样 哪里知道 迎接他的是群恶风的野狼 不是我捅了狼窝 是这群树上先踮上所有人 你看见的只是一小部分 还有两百多只树上正等着你收拾 你相公也正等着你去救 什么 两百多只 欺人是花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 最后一只野狼才死在阿尔短刀下 并且欺人身上多多少少挂了彩 快跟上 路上说 宋爺和娘家人所有人都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立即拉着板车跟上 一路急奔